大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今天早上正式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工作报告 把今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增长目标降到7% 是近十年来最低的数字 至于在对台交流上 李克强也重申要加强和台湾基层 以及青少年的交流 人大开幕在前一天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对台谈话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再次重申 坚持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 努力推进两岸协商对话 推动经济互利融合 加强基层和青少年交流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加 2015年预期目标经济成长 力拼保期 经济增长预期7%左右 考虑了需要和可能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显解 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生计的要求相适应 符合发展规律 符合客观实际 这次目标是十年来最低水平 跟代表中国经济进入到低增速的新状态 而报告中对打贪态度依旧强硬 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 对腐败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 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 都必须严加惩治 有权不可任性 一句有权不可任性 让现场响起热恋掌声 人大的议程将排到15号正式结束 不过今天的报告 也已经明确的替大陆未来一年定下了新的指示 以上是记者张崇敏主席 对于SNG小组在北京的采访报道